今天我請來的這位朋友非常有趣 他曾經受天夫所指 但最後他成為民望最高的一位政府官員 他就是馬時亨 馬時亨02年放棄高薪厚職接受政府的任命 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但一上場就遇上先古事件 這件事對他的從政生涯有多大的影響 2008年他因為健康理由 被迫在民望高企的情況之下 辭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職 這個健康的警號為他的人生帶來多大的轉變 先喝杯教授 先喝杯 Stephen 你好 恭喜你 恭喜你獲得金子經勝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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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頒給你之前問過你你接不接受 頒給你之前有人通知你 有個星章頒給你 多久之前 記得了 會不會是馬上的 應該是幾個月之前 我真的不太記得 我想都是一兩個月 你很划算 你是做了政府公務六年 你拿到金子經的林瑞倫做了差不多30年 那不同 當然了 其實我坦白跟你說 我最開心的就是可以服務香港市民 其實那個章只是一個形式上 表示政府對我的貢獻 在我任內的肯定 但是最開心的就是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服務香港市民 其實我經常都想問你 你究竟為何會入政府 你在商界 金融界做得那麼成功 賺了很多錢的 你全部都千萬千萬年薪 股票又不止 叮叮臉 你為甚麼會入政府 其實跟我背景有些關係 因為我自己很窮 其實我可以完成我的大學 很大程度上都是靠政府支持 所以我覺得香港亦給了很多機會 我一個地方 我生於私 長於私 所以當我的書友仔梁錦松 向我提出這樣的主意的時候 你知道以前我們不跟你那麼厲害 考到AO 我那時候考不到AO 你考過他嗎 我考過AO 他們肥了腦 所以根本你想進去政府做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當AO向我提出這個言言 你有沒有興趣 我跟太太商量了很短時間 就告訴他有興趣 但是我擔心力有不抵 要看看做哪個範疇 就是這樣發生的 當時你還在電營工作 是的 那李澤佳先生知道你正在見政府工作嗎 我告訴他 他當時不是很開心的 不過因為政府叫到 他就說 好 你儘管去見阿公 你真是找董先生的時候 就是阿松介紹我來的 這個真是阿松介紹我來 阿松和你都很有淵源 你們讀書的時候就認識的 我認識阿松在1970年 1970年大家一起入大學 大家都是讀經濟的 然後我們是同一個宿舍 但是宿舍我住了一年 他住三年 因為他家住得遠一點 我住那一年 我們差不多每晚都打乒乓球 不過我乒乓球的水平很多 那麼健康 是的 很健康 打乒乓球 聊聊天 真是適於微視 適於微視 現在還有沒有跟阿松來講 有 我們久不久通通電話 吃一頓飯 還有見一下他的弟弟哥 很開心 阿松年輕的時候是怎樣的 一樣那麼瘦 我說最省錢是他 為什麼呢 幾十年 坦白說 如果他不換西裝 沒有人知道的 有沒有高度 我就不同了 我就由瘦變胖 現在胖變瘦 是的 說起你由肥變瘦 你最高紀錄是多少磅 差不多198磅左右 現在是180磅 到標尾呢 還沒有 我現在希望再減多5磅 醫生就跟我說 最好你減多5磅 就最正了 我現在試圖 不過很難 好 讓你吃一點東西 你那個是波士頓龍蝦半小龍蝦果凍 我這一份是餐湯的 精選拼盤 裏面有番茄清湯 野菌忌廉湯 還有露筍幾點湯 我這個波士頓龍蝦 那個膽固醇也挺高 所以很少吃的 但是你這麼小份不怕 但是小小份我覺得 尤其是在這裏 這個地方我更加要淺盛 淺盛 關我這個湯湯 是嗎 你加入政府之前 最大的考慮是什麼 除了 當然 你說你想貢獻社會 但是怎麼都會有些憂慮 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那時候我真的不太大考慮 可能那時候的政治生態 不同 不同 加上 可能我是白紙一塊 換句話說 我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事 你就沒有那麼多考慮 如果今天 2009年 有一個人像我一樣 可能他看到現在所有的新聞 他會考慮多很多 如果反過來 現在再問你 可能你未必會進去 這個真是假設性的問題 這個很政府的 你答得 答不了你 但是你一進去之後 第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線條事件 會不會立刻當時有一點點 覺得 我是不是進錯了 那時候壓力真是很大的 坦白說 因為你要記住 我又沒有政府經驗 又沒有對付立法會的經驗 你用對付兩個字 你真的要懂得對付這個情況 是不是 那又沒有傳媒的經驗 因為我商界的時候 也有跟傳媒朋友合作過的 但是不是走政治路線的傳媒朋友 多數都是做這個財經在那方面 那所以就真是新丁一鳴 所以壓力是很大很大很大 那如果那時候沒有我太太的支持 沒有這個神在這方面 信仰給我的支持 我想我都未必叫得到 那時候你都未信 未信的 是的 我太太那時候給我的支持很大 那她怎樣支持你 她每天六點半讓我起床 就讀經給我聽 然後就會跟我祈禱 如是者就長達半年的這個情況 當時有沒有一刻你覺得很委屈 做人坦白說 就永遠都會有些時間你覺得很委屈 不過我經常都覺得 在生命上永遠都沒有很公平的事 有時候你要虧虧 那既然你什麼都不懂 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虧虧虧 那結果呢 就是終於 都好說沒有聽 捱過了 那也都 到我離開政府的時候 也都得到市民的肯定 是怎樣呢 怎樣爬上來呢 就是因為你自己有個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服務香港 我一定無論如何 我不可以氣餒的 就是拿著一個宗旨去做事 我不是為了民望的目標 我是希望用我的能力去服務社會 有沒有一刻試過想過 不如不要做了 這麼煩 坦白說 每一份工 你一定會遇到困難 如果你一遇到困難 你就說我不做了 坦白說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但是壓力最慘的不是我 最慘的可能是家人 因為家人都要跟你一起承受 所以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如果你太太說 大哥我受不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做 那你變得難得 不是啊 我都會告訴你 怎樣可以不做 一個承擔 除非人家解僱你 如果特首說我不喜歡你 我要解僱你 或者你要離開 但是特首又沒有跟你這樣表示 又對你有好感 沒有 當時我是不是挺好意思的 坦白說 我當時跟董先生說 我說不好意思啊 董先生 發生這件事 無論誰對誰錯 我都擔心影響政府的形象 擔心影響政府的民望 但是董先生真的很好 董先生說 Fred 你不要擔心 你繼續做你的工作 真的 他當時給我的支持很大 其實你在先古事件 你的責任在哪裏呢 你自己現在看回傳統 其實 說回來很好笑的 因為那個報告說我沒有錯的 是的 你又鞠躬又成的 聽說 Sieven 做人虧虧不怕的 你說虧虧就是這樣 那個鞠躬那一刻 是你自己決定要這樣做的 是嗎 我自己決定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道歉 你要 讓人感覺到你很誠意 是不是 我不是說現在的道歉 不鞠躬就不誠意 但是你鞠躬 對市民的印象來說很深 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是表達的方式 但是你那天特別戲劇化 你那天是八號風球 是的 是的 我離任那天是八號風球 你知道嗎 是的 還有你那天 鞠躬那天是和阿興姐吃飯的 是的 我記得 我等了他整天 他又不理 那我就回到政府總部 道歉 我答應了他 其實我不應該去吃飯的 但是我答應了他 我要守信的 所以我就在那裡等他 阿興姐有沒有柔情的一面 你有沒有見過 相處了這麼多年 我和興姐的感情其實不錯 小心說 有時候好感 我發覺輕姐對我有好感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在議會上也罵過我 即是你在議會上 你批評什麼都行 但是你不應該人身攻擊 你2007年有個春明 你真的充分表演你的演藝才華 你的立法會春明 你學了很多議員 是的 那次好玩的 你學劉慧卿 是 我學過興姐 我學過嫻姐 我也學過湯家驊 還有我學梁家傑 知道有沒有叫錯 當時 這個節目是由立法會想出來的 不是我想出來的 當時我和李華明議員對調 我當議員 他當官 大家在做反抗 質詢 質詢 我學了 閒姐 讀阿興姐的語氣 學了 我當時 湯家驊 站在立法會 湯家驊 站在立法會 很喜歡捱著 捱著 於是 我學他捱著 這樣問 梁家傑 插一條袋巾 很喜歡 我不會用袋巾 我特意那天 都插一條袋巾 所以 學祝他們四位 什麼語氣 整句來聽 好像阿興姐那句 到今天 都是招牌貨 是不是 都離譜 阿興姐有沒有 柔情的一面 你有沒有見過 我跟阿興姐坦白說 初初我去立法會的時候 我覺得這位議員 真的很兇 很兇 但是 相處了這麼多年 我跟阿興姐的感情 其實不錯 哇 小心說 又是好感 我發覺阿興姐對我有好感 是嗎 這麼大的事情 為什麼 你知道阿興姐 系官都幾乎有罵過 我的同事 每個人都說 他對你最好的 我說不可以這麼說 他都是公事公辦 不過 我跟他溝通不錯 甚至我現在離任之後 我久不久都跟他吃飯 聊聊天 所以我說感情不太意思 就是說 他不是當我只是官 這樣的身犯 就不會產生一輪 梁國雄議員 你曾經說過 他做一些勞作做得很好 為什麼你這樣說 因為他離親立法會 其實坦白說 他講話不多 但是他經常都帶了他的勞作來 有一次做過牆的鼻 一會兒做個鳥籠 那些就是勞作來 這是他的表達方式 梁國雄議員在議會上也罵過我 我也沒有罵他 我只是一次在議會上 為他祈禱 希望神是援助他 作出這樣的行為 他那次罵你什麼 其實他那次不是罵我這麼厲害 坦白跟你說 他那次為什麼我會祈禱呢 因為當日他拿了一對對戀 但那對戀 對唐司長我覺得是非常麻煩 他講英年早生 我覺得 即是你說什麼都可以 在議會上你批評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不應該用這些 即是人身攻擊的 即是我很深刻的 所以我在這個位置那裡祈禱 我說神希望你寬恕他 我說你寬恕這個人 後來我也跟梁國雄議員說過 他也完全明白 在立法會開會 那些會經常很長 是啊 你有沒有試過欠眼睡 也有的 很少的 為什麼呢 我很明白到 我們這些傳媒朋友盯著 你一欠眼睡 他突然就拍了出來 這樣就 對議會有些不敬 所以就是我幾天睡了 我想你在六年的議會生涯裡面 我想我最多 都未必過到15秒 一刻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 起床 頂不住也要起床 有沒有什麼絕招 譬如買一些口垃圾 都沒有什麼絕招的 其實真的坦白說 唯一就是經常告訴自己 你聽 坦白說 你坐著不省眼睡 並不代表你聽的 聽的 有時候腦袋都會游暈的 但是 我就沒有去到打機的程度 我只是游暈的 我游暈的 我記得你第一次 初初在議會答問題 你答完之後 不懂得坐下 都不奇怪 因為為什麼你生兒子 我經常覺得 答問題 是差不多做官的最高境界 因為在那十幾二十分鐘裡面 第一 你不知道別人問什麼 就是 真是沒有避 還有 因為我們那些範疇很大很大 如果你這麼大的範疇 你真的 坦白說 作為一個問責官員 那些官員 教一下腦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以前真的沒有 坦白說 這麼可憐 我們進去政府的時候 真的沒有 我還很記得 我進去政府幾天後 就要回答一條 口頭質詢 那條是關於稅務的 我記得關於稅務的 就很複雜的 我就靠死記 那些同事就教我 你把死記記住 說來說去都是那句 可以的 做錄音的 你什麼同事 可以的 那我就試試這樣做 結果就被人罵了 你不懂得回答我問題 現在讓你吃點東西 淺水灣烤海鮮雜感 我這一份是尼斯鮮梳袋子 我在英國香港政府處 倫敦辦事處的時候 我每一個星期三 都去聽一個手上的答問 是一個很精彩的表現 尤其是他們很多很政治性的表現 根本去答什麼都不是那麼重要 而是看那個技巧 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 可以 所以我也承認 到我最後一年的時候 自己都是掌握到 有些 就是在答問時間的竅門 是有些進步的 我自己都覺得 勝利 勝利 那竅門在哪裏呢 是不是怎樣去 你不可能全都知道 因為它有些很細節的問題 你真的不知道 我想那個自信很重要 還有呢 最重要是屬書 因為第一年進去政府做 很難屬書 但是當你做了幾年之後 你摸一下 你會屬書很多 屬書很多 那你 還有你 你都知道那些議員是怎樣來的 就是 你有少少摸到議員會怎樣來 那些問題怎樣來 那你就要去看看有什麼辦法 去給他一個答案 又是令他滿意的 嗯 但是之前你們要見議員 要答問之前 是不是一大群人幫你想想 可能會問什麼 跟進問題 整堆的資料都塞掉給你 你做過AO 你都知道 整個範圍這麼厚 是的 給你看 但是 如果你只靠死記 又不行 記不了那麼多 記不了那麼多 所以呢 嗯 我後來呢 就 找些同事來聊聊天 譬如 有一條問題 說 這個 堵截屍煙 那我就會找些海關的同事來聊聊天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對整個問題 的處理會好些 就是你真正正了解到那個問題 而不是真的死記 謝謝 你做了這麼多年 这个不容易 作为立法会主席 他要处理很多判断性的问题 应不应该拿这个议题上去立法会辩论 你记得有很多挣押 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他在政治上和大众的应受性都很高 我觉得他在政治方面我是挺佩服马克兰泰 在你六年的政治生涯里面 你觉得你最引以为傲的一个政策 在你之下能够构思到出来 或者实践出来的在哪一行 我说两个行不行 你可以说一个 你可以说三个也行 为什么我说两个呢 因为两个是不同范畴的 你记得我在2002年当时 是做财经事务及父母的 其实是两范的 在财经方面 我最开心的就是 在2004年 我们通过了 豁免离岸基金利得税 这个对普通市民来说 可能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就很多市民都不知道那条法律是什么 不过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基金业发展过程之中 受这个法例的影响就发展得很快 另外一个政策 我到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也有份受益 就是两铁合并 两铁合并当年是我和辽兽东主导 因为他是负责这个运输的 那今天很开心 这个合并已经差不多超过两年了 那样东西都大致上都挺顺利 地铁公司也都因为这个合并 可以更加扩大他们的版图了 他们有多些人才了 那如果呢 市民也是受惠的 这个是由你发起想起先 还是东姑 这个发起的人叫梁錦松 当时梁錦松就建议 就说要研究这件事 我一入政府那一天已经有了 那但是我们一路就做 最终在2007年 刚刚我们卸任之前 辽兽东就在这个立法会 就是过了这个法案 那所以是做了几年了 辛苦吗 这个法案 很辛苦 为什么呢 在这做的时候 又要很多内部的问题 也是很多 立法会员担心的问题要解决 例如 口头禅最流行的是贱卖资产 是 所以又要 狗铁那些 是 虽然 坦白说 港铁已经是 政府拿着75 但是 狗铁我们是100% 所以当时是很 很多办法 不要令到这件事件 受了这些所谓的形象影响 当然了 合并之前也有些风波 那些是人事管理风波 是的 那是你们一早已经是预知的 或者忽然间 发生了这件事 这个是填北十字 狗铁风云 其实 可以说是加速了这个合并 人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解决一个管理上的问题 合并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 销售税方面 算不算是一个挫折 都可以说是 销售税 销售不成功 曾志偉的爸爸 即你舅父 帮了你们有多少 在我心目中 是好像我爸爸 曾志偉 是不是他从小到大 都是这样的 口法化 我们成长的过程 他口才没有那么好的